有一件事必须得说 马桶博士的存在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以前昆曼吃亏的时候 可以直接扭头走人 将马桶博士留给全胜状态下的泰坦电视人 根本不管他的死活 悄悄地躲起来升级自己 升级后我得个乖乖 敢正面挑衅三泰坦的夹子天文 被他打得直接生活就不能自理了 或许可以说夹子天文和三泰坦没有打起来 所以这种对比不客观 可实际上三泰坦跟昆曼打起来了 虽然最后是昆曼跑了 可是三泰坦的结局也不是很美好 这么摆线索 大家应该可以明白了 为什么现在大多数的同仁作者 开始制作假泰坦电视人的同仁作品了吧 纸面实力上明显的差距 必须得用其他的方式进行弥补 还是说你们真希望看到泰坦电视人 被面具天文给揍死吗 不过大家既然不想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就换换口味 来看看假如马桶博士 还活着的两个同仁视频 还是先看原片再解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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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量就被夹子天文转换进行反击 昆曼早就做好了防备 并且有一种知道马桶博士回来支援的自信感 果然马桶博士带着全新的装备从黑烟中传送过来 再次与昆曼并肩作战 这边可以看到马桶博士的装备很简络 没有质感 难怪一出来就被夹子天文打得还不了手 但是它吸引了夹子天文的火力 封印了夹子天文的防御技能 所以昆曼的攻击终于命中目标 夹子天文一看形势不对 马上改变战术 先去控制住昆曼再对马桶博士攻击 以敌二超级的威风 然后这里是细节 马桶博士被打时反击了一枚炮弹出来 解除了夹子天文的控制 昆曼摆脱控制后 阴戳戳的笑被夹子天文敲了一个板栗 正在恼怒的时候 夹子天文比他更生气 对着马桶博士狂山嘴拉紫 但是体型差距显得这一幕很好笑 也不知道这对马桶博士到底造成了多少心理阴影 也许是打累了 夹子天文需要休息一会 却被怒不可恶的马桶博士率先打出火来 昆曼想捡便宜 结果又被快速移动过来的夹子天文垂了一下板壁 这下是真的要气疯了 直接爆发小宇宙 将夹子天文正开后持续输出 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快要把夹子天文给干掉的时候 面具天文如正版当中一样又出现了 并展示了更激进的攻击态度 可是很遗憾 每一次的攻击对于昆曼来说 就跟挠痒痒差不多 倒霉的是主视角 连续倒地两次 主动寻求存在感 面具天文一看着情况不太对啊 赶紧就拉着夹子天文风景扯乎 但是我注意到远处山峰上 竟然莫名出现了一团黑烟 这个事情很奇怪 不过这一集里没有解释 另一边昆曼和马桶博士商量起 与监控人联盟的事情 这是一个bug 此时的天文还没有展示碾压性的实力 他们两个害怕的锤子 不过作者表示还有下一part 可以保留一下意见 看看接下来会怎么说 另一个视频是马桶人第73集的假如宇宙 同样有马桶博士的加入 一起来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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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问一句 多飞高一寸很难吗 这是弄啥捏 然后马桶博士又一次迈到了昆曼 这次是真的 我看完是会心一笑 不过这对昆曼可不算好事 直接红温了开始两败俱伤的打法 在空中旋转的那几圈 吓得太坦音响人死死地抓住昆曼 但是最后还是与昆曼一样生死未知地躺在黑烟中结束了这一集 我看完这一集 我看完这一集 谢谢大家